我是阿阳 原来我也玩原神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初始角色选空哥不选一妹啊 那可当然是 选了一门孩子们和游戏里面的小姐姐贴贴啊 哎 每天在小月那个魔头的监视下 连抖音刷个小姐姐跳舞视频都要胆战心惊的 现在我终于要摆脱这种生活了 快小姐姐 让我听听你美妙的声音 呀 是不是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元素了 哇 我获得了风元素之力 啊 那是阿阳 你听起来感觉一点都不高兴 怎么不高兴 我可高兴了 知足吧你 你看我 变成这个样子 都没办法参与战斗 没事 你可有用了 是吗 不是能打伤害还是能控场啊 你能当应急食品 行了 哎呀你过来 我保证不好死你 不是 你在干嘛 啊 你居然看不出来我在干什么 不是吧 不是吧 就这样还算是MC老玩家吗 不会连想要附星撸树这么简单的点都忘了 这是元神 啊 哦 搞忘记了 哇 天上飞过去了一只墨影龙啊 这是 元 杀 看到前面那个头上带血条的了吗 看到了 去 给他两耳光 为啥啊 你看到血条居然无动于衷 你还是不是游戏玩家 从地图上看 穿过前面的森林 应该就是蒙德城了 咱们去蒙德城干什么 你想想 这荒山野岭的 能有什么采集的 那你可是不知道 肯定要去城里啊 你想想看 村民的房子里肯定藏着孰清的物资 还有全村最好的剑 走走走 绿宝石我来了啊 哇 前面是刚才的墨影龙 还有一个小姐姐 什么鬼东西 打扰我们的二人世界 小姐姐 没想到阿阳 你好过于说我这一口啊